最新一期的爆裂舞台也上线了 女孩们又迎来了新的公演舞台和最后一次小考 在第三次公演舞台上 安琪、陈卓玄、罗易舟三人的齐舞点燃了全唱 拿到了第三次公演的最高分 获得了第一名的号成绩 而在司工前的小考上 爆裂舞台又玩出了新花样 搞了一出类似于音乐剧形式的小考 来决定司工的歌舞秀谁做主角 五位女孩都是初次接触音乐剧这样的形式 多少都有点手足无措 但就是在这一次小考中 安琪获得了小考第一名 并通过自己的表演被韩红老师邀约出演自己的音乐剧 一直以来安琪的舞台表现都很稳很燃很炸 从今二节目开播至今 安琪的舞台表现力基本可以说是一直都很在线 在爆裂舞台中也是一样 而在此之前安琪其实一直处于近人们的舆论漩涡中 从今二开始就有很多声音说他谎 至今也依然如此 今天不讨论之前的选秀节目背后的是非 只是想单纯讨论一下在爆裂舞台这个节目中 安琪的实力 安琪原名陈雅兴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娃 安琪从小就开始学习跳舞 大概跳了有十来年的时间 大学期间还是学校爵士舞社的社长 可以看出他对舞蹈 或者说舞台是很少心的 2015年时 安琪就参加了一个不算很有名的音乐偶像选秀 叫做华唱偶像天团 最终和另外几名选手一起入围了全国的集训 后来在2016年时 安琪被降星娱乐从备选者中选出 经过一系列的训练 PK终于和其他六位女孩一起获得了以组合出道的机会 2018年 安琪与可兰上官喜爱 嘉欣 莫瑶 文哲 贤丽 组成七人女子演唱组合 Hickey喜气正式出道 出道时发行了单曲Monkey World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 Hickey喜气都属于一个练习式女团 女孩们除了一些上节目的通告外 就是在练习室练习或者录演 看过安琪舞台表演的网友们应该会发现 她的风格和蔡依林很接近 是因为安琪确实一直把蔡依林 当成自己的偶像和奋斗目标 其实蔡依林在成名之前也遭受了很多质疑 更是十分拼命的练习唱跳 挑战各种高难度舞蹈动作 连这股面对舞台的坚韧不服输的劲 安琪和她很相似 在爆裂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 安琪表示自己没在怕的有信心 这或许看着是不太谦虚 但这样的舞台自信 狠劲也是别人所没有的 火辣自信够狠 安琪好像真的在一点点 像蔡依林的风格去靠 宇军第一次知道安琪和Hickey喜气 就是在亲儿的舞台上 一手蔷薇骑士 四位女生展现的都很有力量 当时玉军还觉得这四个女生在舞台上看起来真的很不好惹的样子 后来在爆裂舞台上再次看到安琪 发现她确实如同别人口中她自己口中说的一样 对舞台有很大的追求 很高的期许 她的舞台表现力确实是强的 在舞台上的安琪是锋芒毕露的 是很有棱角的 当第四次小考结束后 含红问到五个女孩子 各自的短板是什么的时候 只有安琪一个人说 自己好像没有短板 这种话如果说到做不到 就会显得实在吹牛 是很狂的表现 但是安琪还是这样说了 大概是对自己真的有信心 从爆裂舞台这个节目可以看出 安琪是那种绝对不会在面对舞台的时候说 我不行我做不到的人 她只会尽力去做 而且绝不想输阵 其实从一个单纯客观的旁观者角度来看 安琪舞蹈能力不错 唱歌不说是大挖口 但是也算稳 舞台表现力是真的不错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对舞台的渴望也很强 这种渴望只会让她每一次舞台都去尽力 这样看来 安琪的实力还是值得被认可的 当然人无完人 连她自己都知道 自己有时候可能是会过于自信 但是不妨碍她确实还是有自信的实力 关于一些说法 语君也是有所二文 但是作为一个路人 看爆裂舞台时 重点还是放在了舞台表演上 还是那句话 十个女孩在舞台上都有值得喜欢的地方 大家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就好 不是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今日讨论 爆裂舞台周 你最喜欢哪位女孩 欢迎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